今天要跟你分享上帝的话语 我们来看到这一系列的系列 我还没有讲上帝的话语之前 我要跟你讲个小话 有一天有一位丈夫啊 放工回家 回到家来心情很不好 很不开心 很不高兴 很不开心 然后妻子就很关心去问 你是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情啊 然后先生就对太太说 我刚才在公共巴士的时候呢 四到两百块 太太说这是好事啊 为什么这样闷闷不乐 是好事情来的啊 然后她老公那个丈夫就说 另一个乘客也看见了这件事情 然后我就把 我跟他评分 把两百块评分一人一百块 然后太太就说那还不错啊 起码有一百块啊 然后那先生说我回到家 我才发现那两百块是我弄丢的 整个过程我们感觉到 有时候我们人生就是 让我欢喜让我悠 对吗 我们以为我们一个经纪啊 我们有失落 那送你前面我要告诉你啊 我们不能控制你的环境 环境我们不能控制的 呼呼吸气 呼吸咯 对吗 呼呼 嗨 我们不能控制环境 但是你能控制你的心情 你要怎么样来过你的日子 你要七产产过你的日子 那你就觉得那是你的决定 没有人控制你 你要很快乐的过你的日子 哇感谢神 我今天还有两百块可以助手 别人跟人家分享我两百块 跟人家分享一百块 如果你有这样的态度 你就很快乐咯 如果你要 哎呀我损失了 一百块 那种心态你就很痛苦咯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 要学习凡事感恩 不管不要让环境来影响你 你的心情是由你自己决定 你是心情的主人 你不是心情的主人 OK 我们回来这一个系列 我们以往已经来到这个系列 叫做第二个系列 属灵产业的系列 今天我要讲的 上帝要给我们这个 启示的灵 如果你有圣经请打开 以佛所书 我们是based on 以佛所书 以佛所书做根基来查考 来认识上帝的属灵 这个属灵的产业 上帝给我们的礼物 那我以前有讲过 我现在又在讲 以佛所书呢 是保罗书经里面呢 得到最高气势的一本书 它让我们看到很深很深的经历 那 当我读以佛所书的时候 每一次我读以佛所书 到今天我还是读以佛所书 很丰富地摇下去 可是你要慢慢地拒绝拒绝 才能把整块的 巧克力融化 分下去 很丰富的一本书来说 我用圣经和本个领图 因此我既听见你们听从主耶稣 亲爱的众圣徒 就为你们固住的感谢神 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 17节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 荣耀的父 将那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 使你们真知道他 并且照明你心中的眼睛 使你们知道他的恩赵有何等的指望 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 有何等的丰盛的荣耀 来我们做的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荣耀祢 我这时刻把 从弟姐妹将来伸手里 你求你恩高他们的眼睛和耳朵 让他们能听到 能够看到神啊 你的话语的奥妙 求你赐下何十何一的马纳 来保住我们 使到我们生命能够增长 使到我们能够更爱你 而不是知数上的爱你 而是行动上的爱你 主耶稣我感谢荣耀祢 求你恩高讲台 恩高你的仆人 所出的每一句话 都能够造就他们 感谢荣耀祢 祢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那我们看到保罗 为底佛所教会来祷告 我们看到他 在十六节我们看到保罗说 圣经说保罗不住地祷告 不住地祷告 祷告的时候常常提到你们 那 不住地祷告的反义是什么 不住 反义词就是停止 对吗 那这里很要紧的一些关键 要小心看 不住地祷告的反义词就是停止 就是说保罗他在停止一些活动 来专注来为我们来祷告 这叫不住地祷告 我们很忙 我们生活上有很多的活动 很忙 等下听电话 等下看电视 等下我们讲话 等下我们做很多东西 但是这里讲圣经讲保罗 不住地祷告的意思是说 他不住地祷告就是他停止一些 所有一切的活动 来做一样东西 就是不住地感谢神为他们祷告 然后就说他放弃了一些事情 来去关注另一件事情 这就是保罗不住地祷告 保罗你不要忘记 以佛所书是保罗在监义里面写的通信 那保罗在那时候 现在我们知道保罗最后没有死 那时候他没有死 最后他也是死了 第二次被捉的时候才被砍头死 这是第一次被捉在监义里面 其实保罗的当时的心情啊 他不知道他以后会面对什么事情 他的命运他不知道怎么样 但是你知道他写这封信的时候 他心情是沉重的 他怕以后没有机会再见到以佛所的信徒了 他怕以后没有机会再写信了 所以他写的信是相当重要的 他写的信是很沉重的心情是写的 他说他说你知道啊 人啊在最后生命关头的时候啊 他最关切的事情啊 是什么就表示啊 他在乎的是什么 比如今天我要死了 明天我知道我明天要死了 我今天要交代的东西是很重要的东西 是我很注意很关切的事情来的 保罗在以佛所的时候 他在建议里面写以佛所教会的信的时候 他说我不注地祷告 祷告的时候呢常提到以人 你看到呢保罗什么 保罗恐怕不能再看到以佛所的信徒 但他最想以佛所信徒呢得到其中一个就是 启示的灵 上个礼拜我已经讲智慧的灵 保罗希望每一个基督徒 以佛所基督徒 能够被 启示的灵所充满 被启示的灵所感召 我们看到圣经讲 他常常提到你们 常常提就是一说最过心的东西 最常被在心里面 常常过在口中的东西叫常提 如果开口不关头我都讲鬼伦 开口不关头我都讲鬼伦 就是我常常提的东西 所以以佛所教会 保罗写给以佛教会他做一件事情 他态度很重要 他常常提到以佛所 他常常关切以佛所 他希望以佛所教会呢 能够有启示的灵和智慧的灵 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启示的灵 然后好像今天我 我最希望常常为 宋爱阿拉 新感教会的兄姐妹祷告 我常常祷告什么呢 我也是祷告一件事情而已 我最希望兄姐妹 能够走进上帝的心里 我觉得如果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能够走进上帝的心里 那就是最完美的 不用做太多 MEN BE SHOE DO LINE MEN BE SHO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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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 只要我们愿意走进上帝的心里 一切东西 你的生命和你的生活 一定很完美 因为上帝一定祝福 你一定要摸着上帝的心 这是我在新感教会 努力在追求 努力在做 希望每一个兄弟姐妹 都能够摸着走进上帝的心里 OK 我们先来看 什么是启示 什么是启示 启示在希腊言文 叫做 Apokalusis 大家跟我讲 Apokalusis Apokalusis 你看来教会 你好多好 你要多写一个语言 如果你忘记 我叫 迈克牧师叫你 Apokalusis 你忘记不会讲啊 你不会讲你的Apokalusis 就是Apokalusis Apokalusis Apokalusis 意思就是启示 以言文呢 是叫掩盖 或者隐瞒 隐藏的防御词 启示呢 传达 把揭盖的理念和手段 取下盖盘 揭露视野的开阔 是之前尚未知道过披露的 若不是上帝愿意 若不是上帝选择 将自己揭露 事实上没有人能够认识他 事实上没有人认识他 我大概信耶稣的头三年 我每一天都用这个以佛所的保罗的祷告 来位置祷告 我发现到 在这三年里面 我每一天都用这以佛所的书来祷告的时候 我属灵的生命增长很快 我突然间 我好像读圣经的时候 我祷告的时候 我得到很多的启示 我也很快的明白上帝的话语 也不用 牧师没有教 或者圣经老师没有教 我才读的时候 上帝已经 圣灵已经感动我 这个圣经的意思是这么一样的 当牧师在教 他印证了圣灵在我里面感动 这个道理和这个意思是一样的 所以呢 这以佛所书啊 是帮助我不少 今天如果你能够的话 你把以佛所书能够被熟 被懂 被熟透的话 你的属灵生命一定增长 我每一天我都这样 拿着以佛所这一章 这一节来讲 说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 荣耀的父 将那次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麦克赞 教使麦克赞真知道他 并且照明麦克赞心中的眼睛 使麦克赞知道他恩赵有何等的指望 他在麦克赞中的极业和等的丰盛有没有 我每天都包这样的祷告 当然我祷告英文的 所以讲中文的不要打开一下 所以 如果你能够把这个祷告转为你祷告 告诉你属灵增长很快 我们一起来 来来学习 我们回到刚才的祷告 从十七节开始 到我们到那次给你们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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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的父 将那次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麦克赞 使麦克赞真知道他 并且照明麦克赞心中的眼睛 使麦克赞知道他恩赵有何等的指望 他在麦克赞中得的基督 有何等的风筝有荣耀 每一天把你的女子放进去 祷告 我告诉你 你的属灵增长会很快 我全都不是骗你开玩笑 我就是一个很好的宪政 我把我信耶稣的第一年和第三年 我每一天都把这个祷告当成这种祷告 然后我就看到我属灵的增长 我们来看下去 刚才启示 我们来看启示的灵 我刚才说 我刚才有说过 如果不是上帝 其实我们不能认识耶稣 我们不认识上帝 我们不认识神 就好像一个人 有一个人叫摩西 摩西在旷野牧养的时候 他在旷野忽然间看到有一个树木 然后忽然间有圣经对他说 这是圣体 把你的鞋脱下来 然后摩西走进去 对吗 我就把故事简短了 然后上帝就呼召他 叫他去拯救百姓 去拯救以色列人 对吗 可是那时候 摩西什么 竟然 对这个神完全不知道 他说 他们若问我 你叫什么名字 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 神对摩西说 我是自由拥有的 又说 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 那自由的打发我来到你们这里了 若不是上帝启示给摩西 没有人能认识神 没有人能认识神 然后我们接下来看 所以呢 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什么呢 这经文呢 人是无法自己认识真神的 要不是上帝乐意把自己写明呢 人一辈子也无法认识上帝 因为我们需要什么 我们需要启示的 我们接下来看 光有知识啊 圣经的知识啊 不能认识神 我举几个例子啊 你就明白了 我举几个例子 你就明白了 所以呢 我们来看 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 耶稣回答说 你没错了 因为不明白圣经 也不晓得神的大人 当复活的时候 人也不嫁也不娶 乃也要像天上的死者一样 马太福音22章 29节到3节 我们看到有一次 耶稣在被卖 被出卖的那些 前一撒 有一班的人 叫撒 撒都盖人来找耶稣 耶稣耶稣 因为他们 撒都盖人 是不相信复活的事情来的 然后他就说 耶稣耶稣如果复活是真的 那怎么办 如果这个人 娶了老婆 死掉 他的弟弟又 他的弟弟又把他娶了 然后又死掉 弟弟又把他娶了 七个人都把这个太太娶了 回到天堂 这个是谁的太太人 耶稣说什么 你们不明白圣经 也不晓得什么 不要以为 你懂圣经的知识 你就能认识 那是脑袋的知识 耶稣讲没有讲圈话 撒都盖人是什么人啊 撒都盖人是把圣经被滚过烂熟的人 但是耶稣说你们不明白圣经 不晓得神的哪里 所以光有知识是不可能认识神的 我们进来看 另外一处 然后我们知道耶稣降神的故事 然后我们看到 我们知道有几个佛士来找耶稣 跟着那个星来到东方来去拜耶稣 然后他就找到犀利王 然后犀利王就很恐怖很怕 怕有人要取代他的王位 他就问几个 犀利王就说 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 他就问他们说 基督当神在那里 他们回答说 在基于犹大一个玻璃盒 因为有先知记者说 犹大弊的玻璃盒啊 你在犹大住城中并不是最小 因为将来有一个君王 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明 看听第二章第四节到第六节 我们看到耶稣降神之后 有一般的人来找来找耶稣 要来拜耶稣 我告诉你啊 这些人啊 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啊 是很懂得圣经的人 当这个犀利王问说 你们的基督要生在那里 他连想也不用想啊 连找圣经也不用 直接背出来的那些人 他们会跟他说 犹大一个恶人 因为有先知记者说 马上就背出来给他听了 但是你看到没有 背都没有用啊 背了他们也没有去找耶稣 他们很有圣经的知识 可是他们连动都不动 可是这几个博士啊 从来没有读圣经 可是看到星星 他们就跟着星星来去 到耶稣降神的地方 起来拜耶稣 所以光有圣经的知识 不能让你认识神的 一个有知识却没有行动 而一个没有圣经知识的人 却很行动的去找耶稣 为什么你需要起誓的灵 因为如果你没有起誓的灵 你不能认识耶稣 就像你把整本圣经读完 也只是读乎世俗而已 你必须要起誓的灵 在你里面 我们继续看下去 真正的真正的人是神 我们看到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那一个晚上 他在克西玛尼也祷告的时候 有吗 我相信有些人 你们明白耶稣在被迈那一刻 他做什么 我们来看 第二次又去祷告 我父啊 这杯若不能离开我 必要我喝 我悦你的旨意成诀 是十四节 耶稣又离开他们去 第三次祷告 说的话还是跟先前一样 马太福音26章是十四节 和十四节 我们看到耶稣那时候 他是一百百百百的人 他也是一百百百的神 那时候他知道 他要面对人 肉体的软弱 被钉十字架不容易啊 不知道跟你去订不订看就知道了 要流的血啊 要被啊 他知道他是身体软弱 他也有害怕的时候 他说主啊 如果可以的话 我不要钉十字架 我不要喝这个杯 他是祷告第一次这样讲 第二次这样讲 第三次圣经说 祂说如果真的要我喝 我给你 这个是在祷告里面经历了神 这不是知识而已 我们看到耶稣用行动去回应了 祂的自己 所以你有知识 如果有时候才觉得 你越懂得多 反而越是你的拦住来认识神 因为你懂得多 你什么都不懂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人 保罗 保罗在圣经里面 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 第十二章第七节到第九节 他说 又恐怕我因得着的取次胜大 就过于至高 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的肉体上 就是撒旦的差异 要攻击我 免得我告 过于至高 为这事我三次来求主 叫这次离开我 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 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我更喜欢过自己的软弱 好比较基督人力 庇佑我 父庇佑我 圣经跟我们说 保罗上帝给他太多的启示 启示到一个程度呢 他怕被至高至大 有一根刺加在他身上 人都是怕吃苦的 人都是怕那个环境糟糕的 他就祷告说 主啊 这个刺拿掉 这个刺拿掉 但是他祷告三次 三次 三地都不听他的祷告 最后他 生苦了 他没有叫 再叫上帝拿掉这个刺 他说 你的 我每当我软弱 每当我刚讲 你的恩也是够我用的 只有一个人在 经历了神的时候 他才能够真正了解神的心 有时候我们常常在生命当中 在生活当中 遇到很多不满意 不如意的事情 常常去创墙壁的事情 因为我们不懂上帝的旨意 不一定你读了上帝的话语 你读了圣经 你就明白上帝的旨意 也因为你没有常常在上帝面前来 来等候 常常在上帝面前的群求神 你没有知道上帝旨意 我们以为我们看为好的 喜欢做的就做 这就是上帝旨意 那是你自己的旨意 我们要经历神 我们一定要有启示的灵 启示的灵是我们愿意来到上帝面前 来认识祂 而不是圣经的知识 讲知识 我敢说 在这里你们全部 我知识最多 我认识圣经的国有最多 但是我都不必 以圣经的知识来 我常常来到上帝面前来寻求 主啊我要明白你的旨意 所以今天告诉我们什么呢 我们必须要有真正的认识神 我们接着看下去 真正的认识神 我们再回来看圣经他来说 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眼睛 使你们知道他恩赵有何等的指望 并他在圣徒中得了基业 有何等的风筝 圣经告诉我们说 原来啊 你没有保罗讲 你不知道 你的心啊 是有眼睛的 我以前我不知道原来有问题 心中是有眼睛的 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眼睛的 可是你还没有认识耶稣之前 或者你还没有被圣灵启示之前呢 你的心眼是瞎的 难怪人家骂你小心点 你这个小心点 这个小心点 因为你没有 你的心眼是被你逼的 Open the eyes of my heart Lord Open the eyes of my heart 我忘记了 我可以讲了 OK就是 就是说要打开心门 要打开你的心门 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呢 真知道他 诶 sorry 真叫我们知道他 这个真知道他呢 圣经讲 在英文 在西伯来言文 叫叫epinosis 意味着 比知识更加亲密的 个人的关系 他设计所有的真理 在神的旨意上 毫无保留的顺从 是信徒学习的目标和观念 一生要追求是你要完成上帝的心理 你知道多少不重要 你认识圣经多少不重要 而是你能够遵行上帝的观有多少 你能够完成上帝的心意 和旨意有多少 这很重要 所以我们看到 神经告诉我们说 我们看到这样 叫我们过离心中的眼睛 保罗被以弗所信徒祷告 求神治下 启示灵 照明他心中的眼睛 也就是我们属灵的下眼 眼离我们属灵的下眼 以便我们走出属灵的黑暗 原来我们的心是有眼睛的 你的心 要 心眼要被打开之后 我们的心本来 原本 正常底下 我们的心眼是跟着世界走的 但是你的心眼必须要有歧视的力打开之后 你的心眼才能转向它 今天我要问 兄弟妹 你的心的状态 是怎样的啊 你的心对上面的话 有没有如软吗 你的心有没有 即可沐浴对神啊 正言说 你要保护你的心 生活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跳 由心发出 你的心 还有地方给神动动吗 你的心 装的满满的 装的是什么 有我们 我们心里面太多 很 很 很不得空 很忙啊 心里面装的太满满的 上帝要进来也很难 上帝要进来 他说 上帝请你用后门 后门出 所以兄弟妹 你的心 是怎样的 我告诉你 基督教的信仰 都是抢的 基督教的信仰 也不是坐在这里 坐坐 坐坐来的 来我们来坐礼拜 坐礼拜 每个礼拜来坐坐坐坐 坐到 你会天假 真正的基督信仰 会让你坐立不安的 一个真正 我从你身上的 看到基督信仰 活在你身上 你会坐立不安的 为什么我们这么忙 为什么我们要开五间教会 明年第六间 为什么我们这么忙 为什么那么辛苦 有时候我真的很羡慕 有些其他教会的牧师啊 礼拜 白亿还会去 还可以去喝下午茶 还可以去做一些东西 他们有私人的空间 我会忙到一个时间 我的同工知道了 有时候好几个晚上都没回家 在office里面 为什么我们这么忙 因为真正基督信仰 会让你坐立不安 如果一天 你走过来跟牧师说 牧师啊 我该怎样做才能讨生的实验 那一刻 才是你生命的真正的转备力 是你改变的时候 牧师啊 我该怎么 我可以问家会做些什么 当你一天走过来跟我 问我家的时候 我才能知道 你是真正的 被上帝出口 你看到真正的基督信仰的行义 牧师不不愿意的 使是你们礼拜天来这里做做的 我要你神明完全的倒 倾注在上帝里面前 你能看到上帝来 祝福你的带领地 圣经说 照明你心中的眼睛 为什么不是头脑呢 因为头脑不能认识神的 我们头脑自以为是 我们头脑太不装太多东西 圣经说 照明你心中的眼睛 不是你头脑的眼睛 看到没有 因为头脑不能认识神的 脑袋太厉害了 不能认识神的 只有心中的眼睛 因为整个人心啊 是整个人最重要的地方 也是人类最重要的器官 你打了心 给他停顿下来 你就完蛋了 是吗 心是最重要的 照明你心中的眼睛 照明 照明在希腊言文叫嘎拉 大家讲嘎拉 很好的名字 很容易记住嘎拉 嘎拉意思是说呢 接开面纱 好像你啊 你有看以前古代系啊 接婚的时候啊 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 以前就没有这样的啦 就是敲打鼓 然后 一拜天地 二拜 二拜高堂 夫妻交拜 除非交拜的时候他说 接开面纱 照明意思是 接开面纱的意思 就说之前是蒙蔽的 隐藏的眼睛 然后把它揭开之后 你就能够看见 但是打开心眼中一点 没有 是圣灵的工作 因此保罗求神 赐给门徒启示的灵 今天你的心刚硬吗 你对上帝的事情 抵达阿爸抵达阿爸 没有拉撒 我相信 我相信 你必须要有歧视的灵 你对神的事情 无动于衷吗 我相信 你需要有歧视的灵 让我 在结束的时候 让我讲一分钟的故事 我 这么多年来 我总共有两次 有两个 两次 专会精神病儿的祷告 很多人不要服侍精神病者 因为精神病者很大时间 不是随便祷告 这样就可以降回家 就可以好了 你要陪谈 你要跟他讲话 你要读圣经给他听 你要 我记得我处理一个精神病的人 真的是取消 半夜起来 他拿到自己 点蜡烛 拿箱 点箱 插自己的手 然后 那时候我们帮助他的地方 就晒十五楼 十五楼 半夜三点他会开门 看着那个 走到那个走廊那边 看着那个 要拉回来 是个女的 是歌星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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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生活 因为给男人骗 因为种种的严妇 精神出现的问题 我们帮助他祷告 把他 借他 到牧师的家里面 住 不过我的家 以前我们牧师的家 然后 我们就留给他祷告 我们祷告给他 三个月 半年 一年 然后 就用这个经文 常常为他祷告 照明你心中眼睛 这些 天天不要 让他repeat的祷告 这个精神病 人家说精神病 没有药救 要吃药 精神病 人没有药 只有上一个外科 我就为他祷告 然后读上一个欢迎 他好转起来 今天已经结婚 嫁给人 有两个女子 我告诉你 上帝能够 改变 因为 人需要 启示的 这个人精神病 是脑袋的问题 但是 我帮助他 新门打开的时候 影响他的脑袋 回复正常 转身病 我们需要 启示的 让我们再立即